御驾缓缓而至,平稳地停在官道之上,因战乱慌张故,今日官道未曾铺黄土,洒清水,但皇帝陛下的那双脚依然没有任何迟疑,坚定而稳定地从明街上走下,踩在了京都周边的土地上。 皇帝将手从姚太监的肘部挪开,平静的目光缓缓扫过四野,数千臣子将士跪于地面,正在膜拜他,他的表情淡漠,眸子里却没有太多的表情。 镇天响的山呼万岁声中,皇帝的目光自远方的京都城扩拉近,落在近处,掠过狐书二位大学士,掠过一身戎装的大皇子,掠过紧张而微喜不安的小儿子,最后淡淡然落在范贤那张英秀逼人的面宠上,注意到这小子的脸上带着一抹极浓重的疲惫。 皇帝的唇角微翘,带着一抹欢喜味道,似是在内心深处越来越喜欢这张漂亮的脸了,但他的眉头马上皱了皱,因为发现范贤受了不清的内伤。 明皇龙袍一展,皇帝平身双臂,平静而霸气比无地对着前方的原野,山呼万岁的声音渐渐停歇。 如果没有人敢看皇帝,那这几千人从何知道皇帝的动作? 从下车开始,皇帝的目光便基本落在范贤的身上,范贤觉得浑身不自在,天生低着头,不知做何反应,只听着山呼万岁声后,陛下的双脚渐渐向自己这行人行来。 临走到范贤身前时,皇帝忽然转了方向,没有再看范贤一眼,很郑重地扶起了书吾以及胡大学士。 他双手握着书老头的肩膀,微微信号信号,用一种和缓而坚定的语气说道,老学士受苦了。 书吾心头一惊,面露惶恐,胡大学士也是连称不敢。 皇帝笑了笑,没有说什么,紧接着,扶起了在京都一意中身先士卒,立下大功的大皇子。 对于这位自己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的大儿子,皇帝的心情有些复杂,表情却是一片平静。 接着,皇帝又拉起了李承廷,用右手轻轻在最小儿子的头顶抚摸了一阵,目光望着四野忠于自己的臣下们,没有说一句话。 然后他转身而回,往御驾走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心想这便完了,不是说天子回京的仪式走完没有,而是说,护国守宫之臣,伯公范贤还直挺挺地跪在地上,陛下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 书吴和胡大学士互视一眼,各自看出对方眼中的迷惑不解。 范贤也有些摸不清头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站起身来。 起来吧,莫非正不服你,你就站不起来。 临登御驾时,皇帝淡淡然往人群里抛了一句话。 虽然这句话没有所指,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是对范贤说的。 而且看似冷漠,实则却是内力夹着己思禁进。 至于这话里引着的别的意思,却只有范贤能听得明白,陛下已经认可了自己的能力与忠诚,在不需要他扶持的情况下。 自己也能够在这朝廷里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范贤苦笑一声,站起身来,低头看着西上帝泥土。 按理论,陛下尚未登车,自己这个做臣子的,不能够清理怡荣,然而不知是从何处来的冲动,让他的右手在膝上打了一打,扶去极抹尘土。 这个小动作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却让临上御驾的皇帝身形略微顿了顿,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陛下的那句话。 安之上车来,大臣们又开始瞠目结舌,面面相去,陷入震惊之中,先前陛下为亲自扶范贤站起,让众人有所猜测,谁知紧接着陛下尽给了小范大人如此殊荣,随陛下欲嫁入京,这是何等样的荣光,便是当年的太子也未曾享受过。 聪明的大臣投往范贤的目光,便炽热起来,只是这些大臣显得过于聪明,或者是过于自作聪明,有的目光不自禁地投注到三皇子的身上,因为众所周知,太子二皇子因叛乱之事,绝对没有好下场,原初众人以为,庆国江山未来的主人,便是这位年幼的皇子,但看陛下今日的态度。 之所以说,这些大臣们自作聪明,是因为他们在不合适的地方,展示了不合适的态度,而胡书二位大学士,则是眼观鼻,鼻观心,像是根本没有听到陛下的那句话,这便是极品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差距。 范贤嘴里有些发苦,但总不能逆了圣旨,走到了高高的御驾之旁,走上去掀开黄连,站在了陛下的面前。 御驾虽高,却依然无法让一个人站直,所以他在皇帝的身前被迫低着头,就像天底下其余所有人一样。 坐!皇帝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微微汗手说道。 范贤一眼坐在了皇帝的对面,看着这位已有一跃不见的皇帝老子,心情渐渐复杂起来,往年里这位君王虽然也有极光丽厉害的一面, 但远不如今日的皇帝陛下可怕皇帝依旧平静着,但却像是一片无底深渊般,蕴藏着力量,这种感觉令范贤有些心计,看着那两道剑眉,那双平静的眼眸,不自主地生出了退却的心思。 君王的王道霸气,不是从他的外貌体态呈现,而是从手段与结果在史书上呈现。 能从大东山上活着回来,能安排出如此的大局,如此厉害的人物,果然不愧是三十年间大陆第一人,范贤明白了这个事实,也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穿着龙袍的中年男子,低头看着二位大学士乘上来的各路紧急奏章,没有理会范贤对自己的观望,哪怕这种臣子对皇帝的观望极不礼貌且泛计。 御驾缓缓动了起来,窗外的天光斜斜打入,照在皇帝手中的奏章上,他低着头,皱眉看着这些东西,忽然开口说道,三年。 朕的大庆还需要三年时间。 说这句话的时候,皇帝并没有抬起头来,像是在自言自语。 范贤清楚陛下说的是什么意思,经历内部叛乱,且不说京都受损严重,朝政混乱不堪,仅是军方内部的攻击,便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军心此时已然不稳。 另外,东山路一带官员牵涉极重,虽然陛下已从江南泽良力前去接替,但对民生的影响定然极大。 收拢军心,至少需要一年,消除这次大乱的心理影响,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而真正要从财力物资民心各个方面做好大型战争的准备,庆国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想必在陛下心中,这一次统一天下的北伐,必定是最后一次北伐,被那二位大宗师生生阻止了二十余年的历史步伐,要慢慢地加快了。 车窗外地天光,从玻璃格子里透了进来,不停地往后扶走,在这对父子的脸上撒下无数的玻璃亮花。 皇帝依然低着头,说道,试了服衣去,身藏身语名,这是你当初曾经写过的句子。 不过你不要奢望朕会放你走,试了服衣,如今大事未了。 你一个年轻人为何要急着服衣而退? 皇帝的眼睛看着奏章,这番话似乎是无意说出,范贤的心里却是咯噔一声,不知如何言语。 试了服衣去,他没有想到自己在御驾潜下意识里的浮沉土动作,竟让陛下猜到了自己的心思, 而且异常坚决无情地打消了自己的幻想或者是心理上的试探。 他苦笑一声,也不敢有丝毫遮掩,直接说道,打仗这种事情,陈实在是不擅长,还是安安分分地替朝廷挣些银子。 范贤的心里另有打算,便抢先把话说得通透,谁知皇帝陛下忽然抬起头来, 看着他说道,此官就不要想了,若你还具人言,薛权的事情,朕自会做。 范贤心里较苦,皇帝的这句话把他逼到了死角,如果真是被破留在庆国京都谋划, 他当然不愿意被削权,监察院是他手中最厉害的武器,如果真被陛下撕开了口子, 自己拿什么与这位深不可测的皇帝谈条件。 直到此时,他依然不知道大东山上帝真相,此时在马车里也不敢开口去问, 倒是皇帝先开了口,询问起京都这些日子的具体情况。 虽然这三日内,京都方向一直向御驾所在不停地发去奏章, 可是是涉皇族阴司,许多事情,只能由范贤亲口向皇帝禀报。 范贤的声音在马车内响起来,从他离开大东山为止, 到他化妆成卖油商人进入京都, 再到后来与大皇子定计,突袭皇宫, 再到最后帝叶家出手。 他讲得有条有理,非常清楚, 而且刻意淡化了某些皇帝想必不愿意听到的细节。 范贤禀告之时,皇帝已经又低下头去, 所以他才敢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陛下的神情反应, 出乎他的意料, 不论是长公主帝死讯还是老二自杀的消息, 都没有让皇帝陛下如铁石般的面容, 又丝毫颤动, 只是在禀报太后病情时, 皇帝抬起了头来。 太后还有多少日子? 太医院看过了, 老人家体衰弃弱, 又经历了这么大件事情, 受了惊吓, 只怕范贤欲言又止, 心中对冷漠的皇帝却有一丝恶毒的想法, 太后可是被你吓死的, 您这位孝顺皇帝该如何做呢? 太医院? 皇帝的眉头皱了起来, 冷冷地看着他, 说道, 那些废物有什么用? 你就在宫中, 难道不知道详细? 范贤欲暗说道, 确实非人力所能回天。 在无数人的目光注视和拱位下, 皇帝的御驾入了京都, 顺着阔直的天和大道, 进入了皇宫, 沿路上那些刚刚遭受兵灾的百姓们, 强行压抑下心头的悲伤或是胆怯, 喜悦迎接皇帝陛下的归来, 似乎像是赢回了自己生活中的主心骨, 由此可见, 皇帝陛下在庆国民间的威信声望, 依然如君权本身一般。 破! 到了皇宫正门, 范贤勾着身子从车架上退了下来, 与大皇子对视一眼, 摇了摇头, 表示陛下的情绪还好, 并没有受到接连几春死讯的影响。 范贤跟随车嫁入了宫, 看着那方明皇的脸部, 不由想到了先前皇帝的表情。 心间不由, 感到一阵寒冷, 虽说长公主与二皇子 都是叛乱主谋, 但毕竟是陛下弟亲妹妹, 亲生儿子。 而且这次的谋判现在看来, 明显是陛下刻意给对方购置的陷阱, 可是得知了妹妹儿子的死讯, 皇帝依然是那般平静, 这分心智, 这分冷血, 实在是让他有些不寒而栗。 大皇子走到他弟身边, 沉生说道, 怎么下来了? 难道还敢一路坐进宫去? 范贤看了他一眼, 低声解释道, 陛下在车里问了些事, 你也知道那些事总不方便当众宣告。 本不必要和大皇子解释什么, 但范贤看着四周投注来地目光, 知道自己跟着御驾入京, 会造成什么样的言论后果。 下意识里补了这句, 补完后却又觉着和老大这般说话, 只怕有反效果。 虎啸说道, 那车里太冷了, 我下来活动下筋骨。 大皇子笑了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有说什么, 这兄弟二人此时其实都是在强颜欢笑, 守住京都, 免得一国之君变成国土上帝孤魂野鬼。 毫无疑问, 他们立了大功, 立了守宫, 离死了这么多人, 他们用了那么多手段, 谁知道皇帝心里是怎么想地。 庆国皇帝陛下什么也没有想, 在京外布置扫荡叛军帝过程中, 他已经从范贤发来的紧急文书中, 知道了李云锐和李承泽的死讯, 在车厢中, 只是从范贤的嘴里, 知道了这二人死亡时的具体情况。 他一脸平静, 就像死地是陌生人一般, 依旧看着门下忠书呈上来的奏章, 然而当狱嫁入宫, 范贤下车, 皇帝陛下便割下了手中的奏章, 靠在了椅背上, 闭起了双眼, 沉默得一言不发。 孤家寡人的沉默一直持续了很久, 皇帝地面容上 渐渐透出了一丝苍老与憔悴, 然而这时, 车架已经停在了寒殿地门口。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缓步走出了被姚太监拉起地车帘。 一出车帘, 服侍这座熟悉而陌生地宫, 他的脸色迅极平静装素起来, 再也没有一丝车厢内独处时的黯然。 每一个眉毛, 每一道眼神都传递着他的坚强与强大。 太后穿着一身素白的衣裳, 躺在温暖而柔和地凤床之上。 他脸上帝皱纹是那样的深, 就像是曾经和这座皇宫一般, 迎接了太多的风雨, 被侵蚀成了如此模样。 皇帝和惶恐跪在地面的太医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坐到了床边, 将细长的手指头搭在了太后的手腕上。 范贤等三兄弟老老实实地站在围后, 不敢打扰, 范贤的心里却是有些隐隐地紧张, 因为隐约可见, 皇帝切脉时的手法十分娴熟, 明显对于医道也有所了解。 不过他对于费戒先生地药更有信心, 最关键地是, 那粒药丸根本就不是毒药, 无论是太医院第一症, 还是其余的高明医生, 想必都找不到太后生机渐退的真正原因, 而会很直接地将之归纳到人老体衰, 天命将至。 皇帝修长的手指已经离开了太后弹动微弱的脉官, 低着头沉思片刻, 眸子里闪过一丝无奈, 看来这位大宗师也知道无法拖住母后的离去, 然后他的眉头忽然皱了皱, 出指如风, 一指点在了太后的眉心。 一指出, 整座寒光殿里地味道都变了, 那些阴寒地秋风, 被一股佩然墨浴的阳光驱散, 一股强大而堂堂正正的气息, 传递到每个人的心里。 范贤忽然感受到微厚的那道气息, 心头一震, 手指急速颤抖起来, 正抹气息虽不熟悉, 和他体内地真气却像亲人一般和谐, 只是要比他地境界高上数个层次, 隐隐然便是他一直渴望追求, 而永远无法找到入门处地境界。 他豁然抬头, 隔着薄薄的帷幕正正望着里面, 心里有个声音在对他呼喊, 这就是下半卷。 这就是自己练了二十年, 却一点进展也没有的下半卷。